一直以來呢我們都覺得把雪雪過的蠻好的 就是他一歲以前有很勤勞的幫他洗手 到現在也是很勤勞幫他洗手 所以他一歲以前只有生病過一次 而且還是被我傳染感冒 可是呢後來他一歲之後我就發現他很容易沒來由的發燒 然後那個燒都是瞬間就燒出來 然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也沒有什麼症狀喔 就是他也沒有流皮水 然後也沒有咳嗽 就是發燒 然後看起來活動力都很好 而且好像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吧 就是突然燒 然後4、5月份的時候又是突然燒 帶去看醫生 醫生也都說就在關注 那因為他之前有熱精卵過嘛 所以我們就會每次遇到發燒就會覺得很害怕 然後有一次發燒呢 本來以為他會出疹子 就是玫瑰疹 因為他都沒有症狀 然後玫瑰疹通常就是你燒完以後 燒退了才會出疹子 所以那時候本來很擔心 那後來疹子也沒出 燒也退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是不是一歲之後 就真的蠻容易生病的 然後蠻容易發燒的 抵抗力就會比較差 那到底從怎麼樣的燒 可以去判斷他的病可能是什麼 然後要怎麼樣去進行因應 我們今天有訪問醫生 再聽醫生的說法 說耶 你說耶 小寶寶在大概六七個月大以前 其實不太會生病 他身上有一些母體的抗體 那個母體抗體就在 小孩在媽媽胎內的時候就已經到小孩身上 那這個抗體可能小孩出生後六七個月以後才會消失 所以前幾個月其實他真的不太會生病 還有就是小寶寶很小的時候 其實父母也很少帶他出去外面 所以他接觸的人少 他被感染的機會就會比較少 如果小寶寶太早就生病 可能要注意到說 他是不是有一些先天上的一些缺陷 不一定是抗體的缺陷 說明他的構造 比如小寶寶 像你講一兩個月的小孩 有的人會叫做尿路感染 就是他的尿路的構造有問題 所以細菌跑進去以後就出不來 他就會在裡面繁殖很多 所以當這種很奇怪的很小年紀的發燒 又看起來症狀不是很明確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到醫院去做一些檢查 那醫院就會根據比如說驗尿啦 或做一些影像檢查 會找出他身體哪裡的部分構造有問題 喔 好喝對不對 橘子口味 啊 要喝完啊 像我們醫生在診斷發燒的原因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是看他的發燒以外的其他症狀 比如感冒他就有一些咳嗽流鼻水 那我們看他的喉嚨會有發炎 比如他上吐下線 就知道他可能是腸胃炎的發燒 有人會長一些疹子 可能是一些病毒感染 像玫瑰疹之類的 有時候會碰到說怎麼樣看都看不出任何症狀的時候 又發燒很久都不退 我們就要去做一些檢驗的方式 抽血啊 驗尿來找出原因這樣 通常比較嚴重的發燒的原因 比如說敗血症啊 腦膜炎啊 他一定活動力會變得不好 然後食慾會變得很差 所以要帶去醫院好好的檢查 甚至有時候要住院檢查 啊相反的如果小朋友有發燒 可是看起來人都好好的啊 有點咳嗽流鼻水 可能就是小小的感冒而已 我也不用太過緊張 甚至有的感冒也不需要吃藥 他自己會痊癒 好像很好喝欸 好喝嗎 拍拍手啊 媽媽 好喝id口 幹吧 urymence 鎮